随着新年钟声敲响全球各地先后迎来新年 各国民众以不同的方式迎接2020年的到来 多彩的灯光和绚烂的烟花 将迎新的气氛推向高潮 流光一彩的美景也承载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祝福 西西兰是全球最先影评迎来新年的国家 5 4 3 2 随着倒计时进入2020年 奥克兰市中心的地标建筑天空塔 绽放璀璨的烟花 点亮了夏季的夜空 现场的新西兰人和来自世界各地游客欢呼雀跃 庆祝2020的到来 全球迎新自此拉开了序幕 在澳大利亚山林大火仍然肆虐的情况下 悉尼的跨年庆典烟花表演在争议中如期举行 一道烟花绽放 悉尼海港大桥上空闪现 Sydney字样标志着悉尼跨近了2020年 超过十万只烟花特效从悉尼海港大桥 悉尼科技院以及海港水面的七艘舶舶船上直冲天际 叉子烟红的焰火表演配合海港大桥绚烂的灯光秀 令整座城市披上了新年的斑驳色彩 悉尼跨年庆典烟花表演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 技术最为先进的烟花会演之一 每年都吸引逾百万观众观看实景 伴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 朝鲜金日成广场上空被绚丽的烟花点亮 今年有超过十万名平壤市民聚集在金日成广场 参加迎新年庆祝活动 人们欢呼着挥舞荧光棒 荧光闪耀的人海与五彩斑斓的烟花花海遥相呼应 整个金日成广场都沉浸在新年的欢乐气氛中 金日成广场今年的庆祝活动比往年更加的丰富 规模也更宏大 广场中央搭起了华丽的舞台进行跨年歌舞表演 朝鲜牡丹峰 三池渊等著名艺术团登台表演 一边是优美的旋律 一边是绚烂的烟花 朝鲜民众在视听双重享受当中迎来2020年 韩国最具代表性的跨年活动就是普信格的新年壮中仪式 普信格位于首尔市中心 辞旧迎新的钟声总共会撞响33下 有着祈福寓意国泰民安的说法 每年的此刻普信格周围都会挤满来自韩国本土 以及世界各地的游人 在这里一起听着钟声迎接新的一年 在日本东京色谷十字路口成千上万名民众聚集在一起 戴着象征着好运的红帽子 共同倒计时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在阿联酋迪拜 庆祝新年的壮观的烟花秀和灯光秀流光溢彩 全球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吸引了全球目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